HELLO 追成駕鑾 來到馬鞍山香港尊業 尊業什麼呢? 尊業訓業學校 附近的一個公園 其實都是馬鞍山中心 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的地方都很大 大家看到我們的磚 都是大化磚 都可以踩到的 這個非正式場地 其實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都不太建議外出 尤其是晚上是非常危險 因為晚上 病菌肆虐 但沒辦法 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幫老婆買外賣 其實都很危險 順便介紹這個地方 給大家認識一下 尤其是住新界的朋友 如果現在沒有地方踩 這裡 暫時都可以頂著檔 為何買外賣都要踩著路德碑呢? 因為我看新聞 建議員大醫生都說 九秒鐘就可以中招 我覺得其實很危險 我想起 踩路德碑可以令我快 我覺得其實 會避開了一些潛在的確診者 我呢 起碼很快地在旁邊滾過 是不需要九秒 如果我慢慢走 其實危險了 我想起這方面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安全 所以我選擇 踩路德碑 不是送外賣 是去買外賣 是呀 這裡旁邊也有一些單車路 圍繞著這個公園 其實可以踩單車路 公園其實是一個長條形狀 不是一個四四方方的 就橫跨了幾個位置 另外一邊有很多食事的 這一邊 就是這個 這裡就是 港磚 港磚賽馬會本科校園 就在這裡旁邊 那我就要去前面買外賣 那這裡單車徑 那你 覺得單車徑不好的 那你可以隨時很方便 好 一跳 過回去行人路 那就完全合法 OK 行人路很多人 OK 那你可以隨時 又去回單車徑 不肯定的 那你可以在中間這裡 好 好 那現在在公園這裡 多一個圈 那看看它是不是很適合 可以踩在這裡 那我試試快一點 嘩 真的很快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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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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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這個公園其實就不多人 但是呢 都不是完全沒有人 那我經過這個位置 去前面買外賣 都是OK 很合適的 前面就很多餐廳 不熟路的就不要那麼快 它這節位呢 其實就是在港磚隔離 那它呢 其實呢 它整段都是斜路來的 那你要看看那個位置 哪一段呢 比較 沒有那麼快 其實呢 都很不像開到很高速 我覺得 那旁邊就已經有一段單車路了 現在踩在這段已經是單車路了 那你覺得 如果公園多人的 那你就回 單車路這邊 這邊 公園這一節呢 這一部分 其中一部分 這個是公園的其中一部分 這一節位呢 其實呢 我覺得是路闊一點 滑一點 還有呢 不是那麼多人的 晚上的時候 OK 那你練的時候呢 練功呢 你就要看哪個位 適合一點 OK 那這裡呢 你很容易會開快 我覺得要看人 那你剛才有一節位呢 其實是比較空曠 一點點 你去那節位練習 那另外這一部分呢 其實就有很多居民速入 這個位呢 是都闊落的 那但是呢 這個位比較人多些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 後面現在我這個位 都很大的 但是呢 比較多些居民出入 那大家注意一下 但是也帶大家繞一繞圈梯 看看周圍的環境先 哇 這附近有一個超長的一個湖駁 踩駁 好正喔 滑豬面那一隻 這邊呢 就是公園的另一個位置 那這邊呢 地方呢 大很多的 那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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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保安的 那他呢 我上次來過這裡呢 那他保安就說 你不踩可以的 那但是呢 有小朋友踩平行車 那他就說呢 OK了 小朋友就可以 那小朋友就可以 那小朋友就可以 大人就不行 但是都不要緊 啦 最重要小朋友可以踩 是不是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個公園比較大的 那個位置 那都是如果一般 玩啊 Slide啊 扭啊 裝都可以 我覺得 但日頭應該會有很多人 因為呢 這個呢 其實呢 都是馬鞍山市中心位置 但是晚上呢 我就發現我沒有什麼人 那我覺得都OK 都是 但是前提就是 不要太慢了 因為呢 九秒鐘你就會中招 所以我其實我也覺得 我們會踩路的朋友 都要有優勢 又可以 快點去買外賣 又可以呢 快點避開一些危險啊 不會呢 因為九秒鐘呢 那就糟糕了 那所以呢 其實疫情之下呢 都是要鍛鍊一下 練好一點 你的流冰技術呢 那其實呢 人都會安全了 那希望你今次呢 可以了解多一點 一些非正式的場地 一些介紹啊 那疫情之下呢 都可以練到你的技術啊